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春風樹獨向四月 幾朵歡樂幾惆悵 忠誠捲書非有情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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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小人参见大人 何主帮 在 办案辛苦了 回大人 这是卑职英俊之责 再说 碧县狱中出了命案 都是卑职失查疏忽所造成 卑职已经上书知县 自请处置 好 是要处置的 何主帮 在 据你看来 秋娘命案是何人毒害之死 回大人 卑职也没有真凭实据 不过 我总怀疑是金家所为 有道理 有道理 大人 金府败了官司 自然怨恨秋娘 再说 金府管家也关在狱中 常有人来探望 送一送食 下毒很可能得手 不错 不错 何主帮好才干 大人夸奖了 何主帮 在 案发那天早上你可去过狱中 卑职去过 去做什么 去例行查看 几时前去 是在囚犯进食之前还是进食之后 是进食之后 到底是囚犯进食之前还是进食之后 是进食之后 卑职到了狱中 囚犯已经进食完毕了 何主帮 在 切莫虚言 任命官司 我不敢胡言乱语 这样就好 本府是看得出何主帮为人忠厚质 没有虚言 多谢大人信任 可有人说你在囚犯进食之前便偷偷溜进狱中 并在囚娘的饭中下毒 被之冤枉 被之冤枉 大人明见的 小的虽然职物卑微 却也是为朝廷做事 怎敢知法犯法 再说 丘娘 关在陛县的狱中 若是卑职害她 岂非坚守自盗 罪则 岂不招然若揭了吗 正因为如此 你才更难以引起上司的怀疑 所以你才敢 大人 卑职与秋娘前世无冤 今世无仇 你与秋娘是无缘仇 不必冒此风险 可是有些阿谀小人天生就是奴才命 为了讨得上司欢心 不惜拿出自己的脑袋做肚子 被之是在冤枉 大人总不能凭诬告小人而定罪 好 好吧 起来吧 何主不必害怕 好在本案明日便可告破 那时我再继续问你 是 是 今晚 就委屈你在本府后院休息了 rescued 是 一 大久 industrial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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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家大姐 你女菩萨 不是我 不是我 哎 啊 嗯 丘家大姐 女菩萨啊 你饶了我吗 我我给你抄肚 我给你抄肚 我给你抄肚 我给你披骂带肖 嗯 害死你的人 不是 不是我 不是支县老爷 我是奉了支县老爷的命 才下的毒啊 我我本来我是不敢的 我是被逼着干的啊 我被逼着还没办法 嗯 规刺 大人 下次领赏吧 谢大人 何主帖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啊 此时大人饶命 饶命啊 都是崔之县逼我干的 小的本来不敢哪 娘 你怕女儿红颜薄 沦落红尘 所以 早早地把女儿送到三清世界 女儿自己也厌倦臣事 甘愿做道工度过一生 但是 娘 世道变了 世道变得公平起来了 人家也变得有真情了 所以女儿已决定还俗 观主也遵许了 娘 你不会怪女儿 羞耻不见了 娘 你是知道女儿的呀 我说的故事 我可以了 莫名 你可好 我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蒲成县 有请蒲成县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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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等且堂下等候 待本次使换你们时再进来 丘娘无辜民妇 被毒害致死人命关天 本府已奉上誉 要彻底查清此案 依法严惩 代案犯 代案犯 为吾 卫下 何主部 你是如何毒害丘娘致死 你要如实招来 免受皮肉之苦 还可以从轻量刑 此时他人 小人远远昭啊 远昭 好 写下笔供 蒲成县 这名罪犯知法犯法 毒害丘娘 你看应该如何处置啊 大人 卑职不知内情 不知他犯了何罪 蒲成县 那你来看过彼宫 可是大人 这 这 你 你 崔直县 命小人 暗中害死丘娘 大人 这犯人乱咬乱攀 他 他血口喷人 背之冤枉大人做主啊 何主不 在 在 你可有虚言 此时大人 小的句句是实啊 崔直县 赏我银子五十两 还是崔直县身边的仆人崔寿送来的 带崔寿 带崔寿 走 跪去 大人 我家老爷命小的送银子给何主部是实请 何主部 在 你为何要毒杀丘娘 只因丘娘看过金十二贿赂崔支县的银票 崔支县怕他张扬所以要我把他除掉 崔元俊 你还有何话可讲 我是朝廷命官 你判不得我 我是宰相的儿子 我爹有功于大唐 我有罪 亦可以减免 崔元俊 你到现在还想仗着你是宰相公子的世道 你真是历历致婚 贪赃枉法 毒死民妇 罪恶累累 休说你是宰相公子 就是当朝太子也得与庶民同罪 尔等进来 荷城之县崔元俊探赃枉法 het 得去官职 史多晋氏出身 由河中刺史一律查办 将强霸民房打死人命 秦桧朝廷命官的金十二金兴等 带上堂来 带上来 金十二强霸民房指使金兴等打死人命 又行贿朝廷命官罪在不赦 判处斩刑 金兴仗士欺人鱼肉相礼作恶多端 判处斩刑 将两犯打入死囚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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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治安 知法犯法 受人指使 毒害丘娘致死 依律判处斩刑 押下去 走 走 走 好 好 崔元俊 是 身为蒲城之县 不思图报黄恩 反而贪赃枉法 诸使他人毒杀人命 以灭其口 一 大唐利律 大人 来 退堂 退堂 用机 走 走 拜託,拜託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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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欢郎啊 姐姐 我是欢郎啊 姐姐 你 你是欢郎弟弟 姐姐 是我 我是欢郎啊 您怎么不认得我了 欢郎 姐姐 姐姐 见识人想你 我愿意以为再一见不到你了 谁知道爹娘保佑 娘不娘 让我们姐弟今日团圆 欢郎 你怎么了 你怎么被抓起来了 你们让开 你们都给我让开 秀才 我不是早对你说过了吗 欢郎在街仇下作官 谁也不许欺负他 你这个姐夫是怎么当的 你说呀 姑娘 这是公堂啊 公堂怎么了 谁要是欺负我家欢郎 我就和他拼了 秀才 你快放人哪 这 这可由不得我呀 你就别推脱了 何忠谷 输你的官最大 抓人放人 还不是你说了算 红娘 你不要闹了 欢郎 你犯假法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才当官便犯了法 说出去有多难听啊 坏了爹爹相国的名声 姐姐 爹爹不争气 让你抬不起头了 爹爹今后一定改正 好好做人 姐姐 你去求求张相公 求他放爹爹一马 姐姐 他 他犯了重罪吗 是重罪 那罪证确凿吗 都查清楚了 都查清楚了 罪证确凿 该盘何罪 总没有生命之忧吧 玉莹 小姐 姐姐 小姐 你让开 红娘大姐 鞋将罪犯押入中求牢房 严格看管不得有误 是 姐姐 走 姐姐救我呀 小姐姐你们救救我呀 走 姐姐 大姐 相公 福心 为何你也来公堂 不是和你说好不必前来呢 听说刺史大人办案公正 河中父老欢呼雀怨 喊作张青天 福先怎能不前来相和 张青天 你女却有事不明 为何崔元俊该盼不盼中途退堂 莫非她是英英小姐的弟弟吗 姑娘 张青天 为民做主秉公而断 都是对别人说的吗 姑娘 你稍安勿躁 本次史并未该盼不盼 只是 公堂之上分出亲疏 大唐刑律因人而异 这样做什么知民疾苦 为民呼吁 你那些实证诗歌都是假的 都是骗我的吗 姑娘 你先不要发怒好吗 你听本次史对你慢慢说 我不听 我娘不能白白死 你若不秉公而断 斩了崔元俊 我便要到长安告一状去 好了 福先 你稍安勿躁好吗 本次史早已无意试图 历经二十年沧桑 我早就悟出真谛 既然南晚朝政与祭道 我又何必违心 屈从于全患呢 我只求余生为百姓做一两件好事 问心无愧便就是了 本官奉此宗旨 我怎能见恶不除 对崔元俊 我是绝不会宽恕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 我知道我娘不会白死 王儿小姐 你娘没有死 你的亲娘便在这里 你要相公严办的崔之县 便是你的嫡亲娘舅 我娘已经死了 我也没有做贪官的舅舅 你们编出这些笑话来 我不会相信 刺史也不会相信 告诉你们 我已经脱离了道行 恢复了女儿庄 我要在三清关等候刺史来迎我 父亲 相公 她年幼不懂事 难道你也不懂事吗 你快去对她说明白呀 大姐 这村人的话怎么信的 是不可以作数的 小姐 你可好些了 贤弟 快扶小姐到后院去休息吧 小姐 小姐 万万使不得 快快起来 你可折杀我了 小姐 快快起来 快 英雲 你对我张公恩状如山 情深四海 我张公来世就是做牛做马 都难以报答 何谱 你可折杀我 那她说 我 我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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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懂 我 我 你不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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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答应了下来 我再起来 好 好 待我从畅计议 弟子妙空求菩萨 可怜我翠氏香火将断 留弟子的弟弟翠元俊一命 弟子情愿坚守 菩萨救命 姑娘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我费尽心思 想把小姐和相公撮合在一起 谁知道 出了点天塌下来的大事 怎么办呢 是啊 换郎之事真是一时想不到 不过菩萨兄和莺莺小姐 现在都沉浸在悲伤和焦虑之中 哪还会有心思重续救援呢 好了 你懂什么 你为欢郎出了事 我才这么着急让他俩成亲 到那时相公就成了欢郎的姐夫 那他还有不救的道理 只怕是回天无力 这大唐律上明明写着 什么大唐律小唐律的 我才不管呢 天下没有当官的姐夫要斩小舅子的呀 我一定要撮合他们 好好好 我依你便是了 要多依我便好了 可这两个死人 一个拜佛 一个在屋里转圈 真是急死我了 你 你快想个办法呀 男女感情这东西 要来了 你挡都挡不住 要不来 你催也催不来 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胡说 白元君 你要是个男人 就别在我面前说没有办法 我若是受了委屈 你就得看着我哭 我也是受了气 你就得受我的骂 我若是累了 你就得让我靠着 我若是蒙了头 你就得给我想出个法子来 这样才是个男人 你说 你是不是男人 姑娘说的对 你说的对 我有办法了 快说 什么办法 好 好啊 这样才像个男人 像了便好 像了便好啊 呀 好 要死了 什么男人女人的 我刚才 可都是胡说 我胡说好 胡说好啊 小姐 你拜菩萨已经拜了大半夜了 菩萨已经知道了 小姐 你拜了观音 我们还应该去拜月亮啊 我们求月亮娘娘 保佑我们的欢郎逢凶化吉 我们欢郎出了事 是 我们多求个人总是好的呀 薰瑞兄 白贤弟 薰瑞兄 不好了呀 怎么了 我刚才看见莹莹小姐一个人在花园里哭泣 十分伤心 还说什么欢郎欢郎的 这 这可怎么办呢 来 红娘大姐 小姐在吗 你去吧 快去吧 快去呀 多谢大姐 快去 快去 这也好了 快去呀 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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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绿色荣荣叶 花音季季春 如何临好破 不见月中人 难过酒季 五世度无重 调得行进城 英灵长泰 小姐 相公 伤郎有救了 小姐 你千万不要伤心 欢郎的事我会尽力的 多谢相公了 只怕欢郎的事 不是人力可能挽回的 不 英灵 我会尽力挽救你 你要千万块钱 保住身体 英灵 英灵 您还有什么就吩咐吧 相公 大唐旅主 不知道有没有准许 嫡妻替囚犯带死的条款 不不不不 英灵 英灵 你不能这么想 你不可以这样想 醉狂 醉狂 这又怎么了 她们不是抱在一起了吗 抱什么抱呀 姑娘 红娘姑娘 拜月拜月 拜出个鬼了 想当初 就才见了小姐 又说不完的话 可如今 红娘姑娘 我跟你说 时过境迁 很难恢复旧情了 这 这怎么办呢 难道 欢狼就没救了 看来 只有让福仙母女相认了 对呀 让他们母女相认 那福仙 就成了欢狼的外甥女儿 欢狼 就是福仙的亲舅舅了 对呀 福仙是原告 那她 总不能告她的舅舅吧 明天我就陪小姐去餐巾 你带上仙女的长辈 随后就到 坐个旁证 和狼一并 衝旁证 姑娘 白相公 诸位长辈 你们这是 福县姑娘 有一件事 我与乡里的诸位长辈 要向你说清楚 十三年前 猴马一带乱兵洗劫乡里 丘娘在难民之中 把你从河边捡来 认作养女 有当时的户籍登陆在此 你看一下吧 姑娘 你是丘娘受养 我等七眼目睹 福县知道 好 婉儿 好婉儿 我没有骗你吧 你是莹莹小姐的亲生骨肉 十三年前 你被乱兵冲散 丢在猴马河边 我找了你十三年了 巴黎 我的女儿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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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十三年前 你把婉儿给丢了 奴婢对不住小姐 如今 你把婉儿找了回 方便还给你 你的母女团圆 我就安心你了 今今后 奴婢再无所求 天塌地心 也无所谓了 快起来 起来 婉儿 快谢过阿姨 给阿姨磕个头 如果没有阿姨 便没有你 多谢阿姨 婉儿 阿姨 宝贝 从今后 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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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崔家后人 崔氏香火全在这个恶人身上 崔氏香火能不能传下去 全看女儿的恩典来 女儿 娘求你了 娘 若是娘定要女儿宽恕毒杀我母亲的恶人 放过崔元君 那女儿宁可 女儿 你宁可什么 曾经沧海难为水 初却无山不失意 去此我从来回首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博物